老师在课堂上分发本周的学年新闻 还不忘嘱咐大家也要给父母看 同学们传阅之后不停夸奖 画得真好小藤 这周的四格也很有意思 那是一个关于初吻的故事 作者是四年级的藤野 被老师夸奖之后的藤野有些小骄傲 老师说啊 我有点忙 所以就画了五分钟 不过感觉画得还行 同学在此直呼好强 以后完全可以当漫画家了 可是 藤野不想当漫画家 一直在桌子前画画 好像很无聊 同学提议 去当运动员也不错 正好藤野的运动神经也很发达 正当藤野沉浸在同学们的夸赞中时 老师找到了他 并请求他 在学年新闻的四格漫画中 留出一栏四格漫画给金本同学 藤野不知道金本是谁 老师说 他是隔壁班一个没来上学的孩子 虽然没来学校 但是 好像一直在画漫画 虽然很不情愿 但藤野还是答应了老师 藤野的心里是这样想的 画出像样的画 对外行来说挺难的 学都不来上的软弹 能画得出漫画吗 直到下次学年新闻被传阅时 藤野发现 自己的火柴人 被金本承受的画工直接秒杀 跟画工一起被秒杀的 还有藤野的自尊 同学们 皆被金本的画作吸引 他们还说 藤野的画和金本的在一起 就显得很普通 放学后 藤野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家长们对金本画作的夸赞 不断回荡在耳边 还有同学那句 藤野的画和金本的摆在一起 就显得很普通 是吗 金本那家伙 趁我去学校的时候练画画了 四年级学生里 竟然有人比我画得好 我绝不允许 回到家后的藤野 立刻开始搜索 关于画画进步的一切方法 买好素描本 打开教学书籍 藤野开持了漫长的学习之路 藤野将所有的时间 都用在了画画上 无论刮风下雨 无论春夏秋冬 书架上 关于提升画剂的书籍 也越来越多 这天 同学问藤野在画什么 藤野说 人的骨骼 短暂的平静之后 同学终于对藤野 说出了心里话 我们已经六年级了 明年就是初中生了 上了中学 你还画画吗 小吉和美宝 他们都说不出口 你 差不多该放弃画画了吧 小藤都不和我们玩了 在一起的时候 也不聊天 光顾着画 而且 上了初中 还在画画的话 会被人当成死宅 排挤的哦 那天晚上 天野和往常一样 为学年新闻 画着四个漫画 姐姐过来催她洗澡 却被她以没敲门 为由呵斥 姐姐本想关门离去 想了一会儿之后 还是决定问妹妹 你要画画到什么时候啊 来我这边的空手 到教室吧 可以当成加分项哦 藤野没有证明回答姐姐 继续埋头画画 妈妈他们啊 只是没明说 其实很担心你的 总是窝在房间 考试又考不好 藤野不知说些什么 只能让姐姐出去 房间在门关上 看着笔下的四个漫画 藤野委屈地低下了脑袋 又到了发学年新闻的这一天 当新闻拿到手上的第一时间 藤野依旧将目光锁定在漫画栏目 嗯 又被描成渣了 这一次 藤野没有惊讶 面无表情地接受了现实 算了吧 这是藤野在看到金本画作之后 和自己说的话 后方同学让藤野将画作传给他 藤野一转常态 邀请同学放学后 一起去吃冰棍 同学也很开心 很久没和小藤一起玩了 不再画画后 时间仿佛多出了许多 藤野开始有空和同学们出去游玩 和姐姐绝空走道 和家人们一起看电视节目 至于桌子上的那些画作 妈妈 这些一起扔了吧 时间一晃 到了六年级毕业的时候 临近毕业 老师有件事想拜托藤野 那就是将这份毕业证书 带给金本 哈 为什么叫我啊 就是 你六年级半途而废的学年新闻的漫画 不是跟他一起画的吗 金本也不希望我这种大叔去吧 无论老师怎么说 藤野就是不答应 老师打出感情牌 拜托啦 这是老师最后的请求 藤野最终按下了金本家的门铃 等了片刻也没有人回应 可门又是开着的 藤野对着空荡荡的走廊说 他是来送毕业证书的 依旧没有人回应 正当藤野要把毕业证书放在地上时 房间内部发出了一声关门声 藤野不明白 金本明明在家 为什么不搭理他 带着一丝好奇 藤野走进了金本的家 走廊上 密密麻麻的话吸引了藤野的注意 在那堆漫画中 藤野发现了自己熟悉的四个漫画纸 可能是忌妒 也可能是好奇金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藤野拿出笔 趴在金本家的墙上 完成了一幅四个漫画 漫画内容是对金本不敢出门的嘲讽 两个小人说不要出来 两个小人说出来 大家在门外 喊着家里顿世界大赛第一名是金本 但其实 门后的金本已经没了 看着这充满怨恨的四个漫画 藤野自己都觉得有点过了 在冷静那一瞬间 漫画从手中滑落 并且不偏不倚 刚好落入了金本窝子的门缝当中 这下完了 藤野放下毕业证书后落红而逃 走出金本家 藤野跌着头一直往前走 他无法想象 自己幼稚的画作 被金本看到时是什么样的情景 而看到了那则漫画的金本 立刻追了出去 并且大喊着藤野老师 金本的呼唤声 让藤野停下了脚步 两人四目相对 金本仗红着脸 迈着小碎布 慢慢向藤野靠过去 哦 那 那个 每周 每周新闻 每周收到新闻 一开始三年级的时候 看到藤野老师的漫画 我 我 我是藤野老师的粉丝 请给我签名 哈 这是什么情况 啊 没有纸 请在背后 在衣服后面签名 好 最喜欢的故事是三年级时 八月第二周的《恋爱四角形》 和四年级连载的《左左目》系列 还有五年级 和六年级以后 全都神级有趣 我总是赶不及 没办法周根 但藤野老师 能边去学校边周根 甚至让我怀疑 你真的和我一样是小学生吗 藤野老师的书和故事 从五年级开始 就越来越厉害了 所以我确信 藤野老师是漫画天才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六年级的时候 就不画四格了 藤野背起书包 想了一会儿后 和金本说 话说啊 就是吧 我在考虑 要不要投稿漫画讲 听到这话 金本的眼神中 闪耀出无限光辉 好厉害呀 想看想看 太想看了 想看 嗯 现在还在构思呢 脑袋里差不多想好了 估计 就只剩草稿和描线了吧 这话一出 让金本更加想看了 反应这么大 那就画好之后 也可以给你看看 开始下雨了 我要回去了 再见 再见 和金本分别之后的藤野 点着小雨越走越自信 双臂开始摆动 步伐也逐渐轻快了起来 这是前左未有的畅快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